一在带练快速成长李盈莹行进在正确的路上国家女排联赛江门战,中国女排首战巴西女排,一二比三西败,十分遗憾,李盈莹在第二局中国女排17点22分落后的时刻,被郎平指导安排披挂上阵,虽然没有能为中国队挽回败局,但李盈莹上场后的良好表现,还是赢得了众多球迷的赞誉。 在前面几战的比赛中,李盈莹因为技术不全面,特别是一传不好,被郎平指导点名批评,很多球迷也都觉得他徒有虚名,一时间李盈莹面临巨大的压力,好在李盈莹心理素质不错,没有被这些压力打倒。 从这场比赛来看,李盈莹有了长足的进步,功可得分,防能祈求,一传不稳的问题也好转很多,这些都说明李盈莹已经熬过了自己最黑暗的一段经历,正在健康的成长道路上行进着。 李盈莹本场比赛替补登场,得到12分,难门可贵。 更可喜的是李盈莹已经发生了变化,她已经不惧怕接遗传了,也愿意在后排承担更多防守保护的工作,为球队做出自己的贡献。 这是李盈莹最大的转变,也是中国女排本场比赛最大的收获。